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参与吃货喜愿大讨论 公报鸡丁重庆小面 红烧猪蹄 很好吃的鲜鱼 我平时特别爱吃比较辣的食物 我想跟大师学的菜也是比较重口味的 鲜椒水煮鱼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 王首宜十三香 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饮食 我们今天和段玉师傅来学做一道什么菜 鲜椒水煮鱼 清油少资的水煮鱼您吃过吗 鲜花椒与龙利鱼肉的碰撞 再搭配家中自制的会计鸡汤 让这道菜美味难挡 制作美味鲜椒水煮鱼 您需要准备的主料有 龙利鱼肉 辅料有 青红美人椒 鲜花椒 调料有 鸡汤 蒸鱼齿油 料酒等 我们选用的是这种龙利鱼 龙利鱼它一般是 相对来说是冰鲜的多一点 是的 那我们首先为了提它的鲜味 第一步要做一个鸡汤 高汤 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天的水煮鱼 不是像很多饭馆里面那样的 拿水焯或者是那种做法 关键是鱼的用料 很少在那些地方有吃龙利鱼的 对 龙利鱼因为是海鱼又是冰鲜鱼 它的鲜味可能不足 对 我们用鸡汤来提一下它的鲜味 太豪华了 可是鸡汤也不是那么好煮的 今天我们就教一个很简单就能做出鸡汤味道的一个家庭版的 简易鸡汤 就这个的话我们一般的就是鸡胸肉就可以 因为它鸡胸肉这一块里面 它相对来说脂肪少肉多 所以说鲜味比较多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鸡蓉随便切碎的剁一下就行了 要倒多细 相对来说一定要成那种米粒 趁着你翻一下面我再插一个问题 我能不能去把它在一个什么绞肉机里面绞一下呢 实际上这种的话你在市场上去买鸡肉的时候 人家帮你去打成绒都可以 其实我回来不做这个细处理也行 也可以 直接给我做成鸡肉就行 对 你看其实会看的人也还是会发现 说不就是把它给斩成绒吗 段玉师傅刚才这个斩的过程 这个刀不是在一个方向上的 是是 一会是这样的一会是斜着的 他要把那鸡肉当中所有的筋都给切断 对了就切断 我们现在这样可以先加点水 因为我这个要是冷水 这样可以 看水多不多 多了点吧 可以可以 还可以 就是说我现在不敢开火 因为你要冷水对不对 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鸡肉就可以 鸡肉斩成这样就可以了 就剁好了 鸡肉剁好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鸡肉来下的 先下到锅里边 对冷水下锅 大家看那个鸡肉下去以后 其实就没有太大影响 这样的话我们是要让它散开 这样的话好对 那接下来我们需要放入一些 去腥的一些用人 葱姜 这样的话就可以用大的葱姜就可以了 对 我比较好奇的是最终我们这锅鸡汤 煮出来以后 我们吃的时候鸡肉其实也要被吃进去的 对不对 鸡肉是打掉的 只要那个纯鸡汤 反正味道也煮出去了 所以我们只留汤汁 对对对 这里边会加一些料酒 加一点点底味 盐味 就行了 这样的话的话我们就可以把盖盖上 先把它大火烧开 烧开以后改成一种微火 只要轻轻地冒泡就可以了 让它孤独着 对对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这样的话的话一般的是在家里边 二十分钟就足够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做其他的事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处理鱼 这样的话我们就切稍微大一点的片 斜着切的 对对 斜着切的 像这个片的话就是说 有我们的钱币有就是说两个厚 就可以了 大约就是两块钱 两块钱一片 说的是厚度 我们可不是在说价钱 可是你这样切的话 你看这个鱼肉 它非常细嫩 对 水煮鱼 水煮鱼嘛 它其实就是要下去 下去用这个热油啊什么的 烫它一下就能试 其实这道菜我是结合了 有点那种白酌 或者这个 所以利用它这个鱼肉的鲜度 嫩度 然后呢 还有这个 我们清油的一个概念 形成了这道菜 其实就是烫它一下就能熟 对 酌一下 那这个鱼肉片下来 因为待会儿直接是要白酌的 所以它就不像我们一般做 其他的鱼 还需要 我需要腌一下 腌一下 对 要给它一些底味 要给它一些底味 那我想想 你的基础的买味 一定不会太复杂 不用 这个的话 也就是一点盐 对 就一点盐 先用盐 给它起一点劲 这样的话鱼肉有一点 弹牙的这种口感 听起来这边好像开锅了 我打开看一眼 如果是 来 开锅 好 行了 那我们转小火 这样我们就转成小火 好 我们鱼肉又片好了 好 片好鱼肉以后 鸡汤煮着 鱼肉片好了 开始满味 对 我们这个里边加一勺 两勺的这样的料酒 加一点点食盐 这不能多 因为一会儿我们那个汤汁的味道 还是重的 对 那这样的话的话 我们就是给它抓匀 让它起点劲 上一下劲 鱼肉它要求它呢 还是要有一点弹性 弹性 对 所以那个如果说不加上这个酒和盐这么抓一下的话 这个鱼肉出不来您说的这种弹性的感觉 对对对对 你看现在这鱼肉已经有弹性了 这样入口的感觉就会好 对 否则的话入口就是那种软绵绵的 是是是 没有意思 吃起来没意思 哎呀这么摔 如果鱼肉特别嫩 我会担心 它就不成型了 对呀 因为我们是一起片的时候 你看它起的片的都 还是比较厚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看出稍微厚一点的好处 对对对对 如果你薄的时候 无论是烫 或者在腌的时候 都会容易碎 对 这这会儿我们可能已经不成型了 对 另外一点的就是最后 我们抓粉 一定要抓湿淀粉 如果你干粉的时候吧 容易抓不透 不匀 我不明白的是 待会儿我们不是就用那个汤来浊它吗 对 那我们干嘛非得要给它裹上 又不要炸它 又不要炒它 增加它的滑嫩度 口感 完全是因为口感 对对 所以要用这个湿的淀粉 对对对 这样的话也保证它那里边的水分不流适 其实说来说去 这个在腌制食材的时候 水淀粉的作用更多的还是为了保 锁住 锁住它里边的水分 这个也直接影响最终的口感 这样的话我们鱼片 就腌好了 我们这里说说配料了 说配料 给大家看今天的这个底料的配料 用的青红美人椒 用了香葱 用了鲜花椒 这种花椒是近年来说比较流行的一个菜式 大家一般的都会习惯那种干的花椒 麻椒 用的很传统的都是 那种花椒的那种麻味 芝麻没有香味 这种又有清香味 而且又能提出花椒那种味道 就是没那么浓 你看这个鸡蓉是不是差不多了呢 我看它们都飘上来了 这样的话鸡汤就可以了 可以把那个叫鸡蓉捞出来了 对对 我们这样的话直接就过汤就行 这样的话我一般的家里面的不够细 就是它有渣垫一个油脂就可以 就是这个汤我们要尽可能让它 撇得干干净净的 对对对 这个就算是掉到位了 是吧 对对 有点像料酒 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得清 你看这个汤你看现在多清啊 而且你能闻到这种肉香味 是 它真的是很香的 这个应该说是跟之前你展的戏有关系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是展的戏 二一个就是说 你看现在就知道 我为什么就是说冷水下锅了 你看它的肉粗得很透 是的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汤就清理好了 好 大家好好看一眼这一碗鸡汤 在家里面你把这个汤掉好了以后 直接放到冷冻里边 你第二天再用的时候 拿它化开 里边煮面煮馄饨都可以 那现在该干嘛了呢 现在接着我们串鱼片 串鱼片 拿这个汤去串鱼片 明白了 好 所以这就是刚才掉那个鸡汤 所以今天这道菜呢 名字叫鲜椒水煮鱼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重点的工程 在这个鸡汤的调制上 对对 熬一锅熬上五斤或者是几斤 你随时去喝汤的时候煮馄饨 总比清水好 太棒了 那这样的话呢 就烧开 稍微煮上一分钟 把它的葱姜的这种香味煮出来 因为必定是鱼片 还有腥味 我们不要影响它的汤味 所以上面放了一些葱姜 对 我们就是把葱姜捞土 捞一捞 趁着这个汤的温度最高的时候 下鱼片 对对对 这样的话就快速地 让鱼片 然后搭卷 哎呀 鱼下去的时候是会这样的 它要是在一起抱团怎么办呢 对 这样的话的话 就是可以是什么呢 在鱼片你腌好以后 里边稍微放一点油 它很容易就分开了 隔离一下 对对对 我鱼片一片的下有用吗 那的话就慢 你可以就是说 腌完鱼片以后 在鱼片里边放一点油 一半就开了鱼片 就会一片一片了 后来它们就分开了 这样的话鱼片的话 有一分钟基本上就可以了 其实看的话 就是它那个 所有的那个 鱼肉全变白 嗯 就可以了 然后打一点卷 对对 是吧 我想想啊 我们汤里有一些底味 鱼肉满的有一些味 对 最后因为我们最后还有一个 焦麻的这种 对对 还有一些底味 这样鱼片就基本上熟了 白了也卷了 差不多了 我们就关火 其实这个菜的主体部分已经算是成熟了 成熟了 现在就剩下给它加这个风味的部分了 对对对 那还会用到鸡汤吗 对 我们这里边会稍微放一点汤 哦在这里再放一点汤 对对对 相对来说这样的话 进着这个鱼肉 对它会更滋润一些 嗯 进住它 下面就要进入到辣的辣辣的部分了 对对 这样的话的话我们会把辣椒放上去 嗯 直接铺到上面吗 对对对 难道我们是要用汤来浇它吗 用油 对我忘了 这个事还是离不开点油的 对对 光用热汤是撕不出它那种香气来的 对对对 最好是用花生油 相对来说 嗯 因为它还是有一点 嗯 花生油相对来说香味足一点 香味 这样的话呢 如果没有花生油就用四辣油 那我在这里面为了增香 加一点香油行吗 如果说你加香油的话 可以淋在这上面 嗯 然后就不要加热 哦对对对 我看你开的火好大 对这样的话油一定要热 要热到什么程度呀 这种的话油基本上是在七成热到八成热 就是说冒一些清烟 我现在觉得好难受 我觉得这锅要着了已经 没有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了 油必须要热 不是说达不到目的 对对 那么加多少合适呢 就这样一勺就可以 如果没有这个放泡的生意啊 这个菜就算失败了 是不是 前面就白折腾了 对 最后我们还要放一些 还没完 对 因为还要放一些 纸油 增加它的一个香味 增余纸油 对对 这样的话它的口感 因为你看我们除了鱼片里边 加了一点点底味 也对 汤里边一点点底味 这是很淡的一样味 最后然后再这样 这样的话就比较灵活了 你要是说不愿意吃这种酱油味的 完全这个 你把鸡汤里边味道加浓一点就可以了 肉质细嫩 香味清新的鲜椒水煮鱼 我们来回顾一下它的做法吧 1.快速制作鸡汤提鲜 首先将鸡胸肉剁成鸡蓉 然后放入冷水锅中 加入葱 姜 料酒 盐之后 大火烧开 转小火20分钟即可 2.浓利鱼肉切厚片 加料酒 盐 抓匀 摔上劲儿 然后加少许湿淀粉 增加口感备用 3.鸡汤开锅后 滤出清汤 然后把鸡汤倒入锅中 加葱姜煮开后即可捞出 然后放入鱼片煮至变色后捞出 在鱼片上放入青红辣椒 小葱 鲜花椒 然后另一勺热油和少许蒸鱼齿油 即可食用 回去挨着样的试一试吧 祝大家能做成功 然后我们还要再学一个小菜 因为我们这些优点 段宇师傅就是我们好吃 但是我们不懒做 是是 天天井囊 今天要教大家制作一道清新爽口 又家常的小凉菜 小葱拌豆腐 做法简单又实用 制作小葱拌豆腐 您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豆腐 小葱 白芝麻 香油 盐 一 豆腐切小丁 小葱切小段 然后锅烧热倒入油 放入小葱炸至葱油备用 二 豆腐中放入白芝麻 小葱 盐和香油拌均匀 拎入葱油 撒小葱即可 经典中国香 地道十三香 由网手艺十三香 独家冠名播出的 天天饮食经典菜谱 现在就送 点击官网 微信微博 三个方式下载 一天一道 得意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